陳時中說謊就是因為民進黨的支持者 乃至於民進黨的立委 民進黨的總統把他灌壞了 你明明知道他真正說瞎話 你明明知道他就在說謊 那你們怎麼樣 哇塞那陳時中是太上謊啊 那你民進黨真的是太離譜了 那高端搞了半天日本不接受 結果今天薛瑞源自己講出實話來 說因為我方沒有向日方提出高端的申請 所以日方不了解高端疫苗 嗨啊這個講的跟陳時中不一樣 是陳時中說謊還是他被底下人騙 但他如果都已經當了這麼久的 指揮官衛福部長 然後而且哇塞他不是一般的衛福部長 他可是日政當中 誰都不能夠逆時中的衛福部長 底下人還可以這樣子欺上瞞下嗎 但我覺得比較離譜的是說 他被人家賭了 然後他說有 那你回去就趕快去補申請就好了 還是照樣不幹 嘴都不做 因為有很多防疫的東西 都是憑他一張嘴在那邊瞎講 結果現在他要出來選了 夜暴降臨 所以我覺得跟到後面 完全沒有辦法經得起考驗 不斷的出包 他其實是個草包啦 我跟你講 我在立法院質詢 我覺得他給我的感覺就是一個很冷暖的 草包什麼都不知道 然後就靠耍嘴皮子 然後因為時事招英雄 然後你也不能夠質疑他 你明明知道他睜眼說瞎話 你明明知道他就在說謊 那你能怎麼樣 就這樣子啊 那現在就是破功了嘛 陳時中說謊 就是因為民進黨的支持者 乃至於民進黨的立委 民進黨的總統都這樣子灌他啊 把他灌壞啦 都這樣子對不對 縱容他 民進黨這些立委難道沒有是非對錯感 他們自己心裡面也很知道 但是第一個他只能有護航的份 第二個民進黨支持者是毫無是非對錯的 如果你不是一昧對 一昧護航的話 那你可能就會被修理啊 哇塞 那陳時中是太上皇啊 那你民進黨真的是太離譜了 以前都在打國民黨說什麼黨議啦 國民黨是橡皮圖章啦 黨議凌駕民意 今天民進黨為什麼會集體墮落 集體失智 然後集體的背叛民主 就是這樣子的一個 集體的文化造成的啊 你看當年陳水扁他們是怎麼寵信他的 現在蔡英文 這個陳時中 蘇貞昌 簡直就是太離譜了 做得這麼爛 他們都還能夠挺得下去 啊 受不了 王寶貓